字幕提供 我現在 這應該是我三月的第一個片段 我現在剛錄完 就是剛錄完後天要上的影片 所以等一下 還有一點素材沒有錄 就是一些可能產品的單拍啊 之類的 錄完可能會先稍微看一下檔案 然後謝哥 明天要交個腳本 可能就這樣子了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就是 錄完影的 床上有多亂 那你那你 那你那你 對沒錯其實我一直都是在我的床上 錄影的 想不到吧 很亂吧 真的誇張欸 好可怕欸 真的可怕 你看好像在電腦來工作 可能敢報告 看到這麼ㄎ 我現在很緊張欸 你們都沒有側排 對 真的 辛苦你們了 辛苦你們了 耶 耶 謝謝 南瓜哥 西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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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我們後面的朋友 我們號碼牌發完了 但是最後再讓大家 就入場 6點的時候 6點可以就 來 大家我們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大概6點就入場 6點就入場 6點就入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辛苦了 6點 6點 5號 這是你畫的嗎 對 很醜 不會不會不會 可以跟你配合 可以可以 沒關係就是你 沒關係啦 那我們的目的都不是 不是你們 對不是我們 怎麼會動得自己為傻 怎麼會覺得是我們 怎麼會 不是 那會有人想要當你合照嗎 真的沒有 不會不會 奇怪 奇怪 好 我是結缸小公主 結缸小公主 今天 是要去 錄美人圈的 影片的日子 然後非常的糟 也不是 其實也不是到非常的糟 反正他們的 通告時間是11點半 但是要妝髮自備 所以我來 8點就起來了 謝謝 但是我還是有小賴床 就大概8點半再起來 所以就是 時間抓得很 剛好 就是很近 的那種 我等一下就是可能真的是 11點半到那種 他們提供腳本的那種拍攝 就 有一點緊張 因為 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 把腳本的東西 如實的說出來 就至少要說 八成到九成吧 就要一模 不用到一模一樣 但是好像也是要 相似度比較高 晚上 燈子的美亞 然後還有湯 還有飲鹽 吃飯 對 就這樣 就大概說 今天的行程報告 好 好 小子 好 好 超煩的 請問 安行的 那我們是床保養子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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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 超美的 OK 順利結束美人圈的影片拍攝 然後我現在剛到家 我決定在晚餐之前 要先休息一下 睡一下之類的 因為我真的太累了 剛開始換的時候快睡著 所以我現在要先進我的夢想 Sorry 怎麼人海味道菜就上一堆啦 好意思 就你點的 巨星都要吃到 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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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要過的事情好多 首先呢 我要去 看牙醫 因為 我覺得你們看影片應該有發現 就是我的上排牙齒 右邊這顆 門牙 是比我其他牙齒再更黃一點的 然後 而且它又在門牙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我每次 只要一笑 就會感覺牙齒好像很黃 那其實 如果你把那顆牙齒遮掉的話 沒有那麼黃 就是是正常人的牙齒 然後 我的下排牙齒呢 也比上排牙齒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之前 就帶過矯正器 然後那個矯正器 的膠 好像沒有清得很乾淨 就讓它變成一直會吃 就是那種 食物的顏色還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仔細看就發現 它上面還有一塊一塊的小東西 像我之前有去給人家做過那種 呃 美白 牙齒美白 不是冷光 不是傳統型的那種 然後他就有跟我說 欸你的牙齒 好像下排有 黏著劑 要不要去把它清完再做這樣子 所以 We'll see We'll see 我已經看完牙齒 然後 現在在那個 就是 光點花山的 然後呢 反正 牙齒是說我的牙齒是因為 受傷 就是表面可能有點受損 所以 那幾顆 比較黃的牙齒就是 很容易被食物的色素染色 那要嘛就是 我美白的時候就只做這幾顆 不然就是等到他有一天 壞死 就是真的受損到壞死 換假牙這樣子 所以 其實就是 他 他算是一個 沒辦法主動去 治療他 只能被動的 治療的一個 東西 然後下排呢 他終於把我把 之前那個 黏著劑清掉 我覺得清掉之後白很多 但是就是 我牙齒還是沒有很白啦 對 反正之後可能會考慮做牙齒美白 可是牙齒美白就是偏 鬼 居家美白大概要一萬二 所以 I don't know 萬一 看完不是你們的 喜歡的 沒關係出去 我們不用打招呼 你也不用看 真的好感人 不用這樣 只要出去 我們回笑一下 這樣就好了 但是就是 工作人員就是出去的時候 還是都加一下臉書 我們檢查一下 加一下IG跟臉書 回去有沒有分享這樣 大概就只有這一點要求而已 其他 謝謝大家的光 很感動 大直觀又有互相抵觸的部分 對 然後 好好看好期待啊 其實看得很感觸對不對 很感觸 在裡面當事人 的妹妹 來大隻 哈囉大家好我是千玉 嗯 其實剛剛看 在前面那個 律師撥分那邊 然後直接 然後進片頭嘛 然後說喔這種人該死 我就已經很想哭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是 事情 世界就是這樣 我現在到家了 剛剛看完 我們與二的距離 那我只能跟你們說 我們與二的距離好看到 不行 for real 我已經 就是因為 畢竟你知道我之前是相關影視科系的產業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 怎麼 這麼高水準的片 就是 因為 但是我們今天是只看第一集而已 所以不知道後續會怎麼樣 只是他第一集我覺得 非常的引人入身 而且他 我覺得 不管 我覺得他美術 然後造型 然後攝影 劍集跟音樂 就是都 在水準之上 在台劇的水準之上 因為你知道 總是會有一些比較 一個劇組裡面會有一些比較拉差的地方 但這個完全沒有 尤其是剪接 我覺得剪接真的太厲害了 有時候會覺得 我常常發現一些台劇的剪接就是很拖 但這個就是 它沒有拖的意思 它就是讓你 讓你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我覺得 滿期待的 就希望它可以 很好 就只有可以 就很好看 這樣子 現在在南港車飯 我要去中壁剪頭髮 外面剛停好車 我當然要搭貨車過去 因為我上次開車覺得 太遠 太累了 不想再那麼累了 而且上次就是 因為自己開車 然後塞車 就有點遲到 說就是不要再遲到 嗨 大家我已經回到台北了 然後 你們可以看到我 真的是正正的剪了一個 瀏海 No 我們剛剛就說來話長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之前是去 剪空氣瀏海嘛 然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自己就是 手剪 然後就把 瀏海就是 嗯 有點剪的不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 我自己剪完 我的那個 頭髮的層次落差非常的大 就是 瀏海這邊啦 然後有一些不起的地方 所以我這次主要去呢 就是想說 請他幫我就是 修一下瀏海 就是讓他變得 正常一點 然後我 因為我想要就是 像我之前睡真仿妝那樣子的瀏海 就是我可以 嗯 整個這樣子剝 然後是寬寬的 寬寬的空氣瀏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像睡真 那個仿妝那個樣子 他快剪完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可以把我的瀏海剪的寬一點嗎 就是我想要他是 嗯 不要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 那時候 他剛剪完我的兩側的頭髮 是在這邊這樣子 就是 在這樣 哇 然後 我就覺得那樣子會 我就 所以我就覺得那樣子我的臉會看起來更圓 所以我想要他把這邊就是剪 稍微順一點下來 結果他就跟我說 嗯 你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剪 會變成後瀏海喔 那你要剪也是可以啦 然後他就剪下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沒有要剪後瀏海 我還是要空氣瀏海 只是我想要他的 他的幅度是比較寬的 總之他剪完之後就變成現在這樣 就是一個認真的 眉眉頭瀏海 然後我就傻眼 因為 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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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拾回來 反正 我就有點傻眼 因為我現在是真的 整個是 有瀏海的人 我今天要去美容展 頂著我這個 幾百瀏海 是傻笑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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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 真的好多人 他們都瘋了 好可怕喔 我不要 而且我不是妹妹 我是姊姊 我跟你講 現在在節目上如果 還有人看到這個瀏海 然後跟我說 跟阿姨說 你好 媽媽就一拳揍她小孩 好可怕喔 帥屁啊 什麼那麼帥 本期視頻要教大家如何單手打扮 首先 瞭解一個瀏海 不喜歡吃辣的朋友可以不加 那你倒沒味的瀏海就完成了 說要看韓國影片主題的東西 其實我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反正剛剛有收到私訊 就是有河粉跟我說 我在Dcard被推薦的文章 那我就畫了一下留言什麼的 就是有一些有感而發 想要說 就是跟你們說 說說話 說一些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 這真的是很Random 我怕我等一下就是沒有什麼邏輯 但是 就是一些我想講的話 在這邊跟你們說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發現 大家普遍對於美妝的業配 還是非常的 苛刻 就是呢 他們會說 我現在很敢說話是一回事啊 但是之後接了業配就不一定會是清流 因為那個推薦我的那篇文章是用清流來形容我 那說真的其實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什麼清流 搞不好我很想要變成桌流啊 就是 我也想要賺很多錢 我也很想要變桌 趕快弄髒我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業配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想的好像 跟 嗯 實際上的認知不太一樣 業配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廣告 我們都會在業配上面標示AD AD是什麼意思 就是 advertise advertise 的 縮寫 然後advertis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廣告 我就想問大家說 你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廣告 會有說自己的東西不好吃 或者是不好用的嗎 應該沒有這樣子的廣告吧 就是假如你今天看到一個可口可樂的廣告 總不可能 有人跟你說 他喝起來很胖很甜 不要喝 或者說今天你看到一個車子的廣告 然後 他就跟你說這個車子撞爛的機率很高 不安全 那你會想要買這個東西嗎 當然是不會 同理可證到 嗯 網路平台的業配 他其實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 他既然已經是業配了 那怎麼可能去說他的壞話呢 就是 這不是很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嗎 就是 怎麼可能在廣告裡面說 產品的 雄大 壞話呢 所以就我自己而言 嗯 業配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需要去思考的是 我怎麼把這個產品的優點最大化 讓你們知道 跟把這個產品的缺點 盡可能的就是用比較 微婉的方式告訴你們 那你們也知道我通常不會 業配我覺得不好用的東西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在接業配之前 我不是東西來 我就拍業配影片了 在接業配之前呢 我需要先長達一個禮拜 至三個禮拜的試用期 然後我每一天都會去測試這個東西 到底好不好用 適不適合我 真的確定適合我 或是我很喜歡這張產品之後 我才會跟客戶說我確定接下來 那接下來之後呢 我就會給客戶腳本 腳本是為了讓彼此能夠有個共識說 欸我影片會拍攝這些東西 那你如果有想要修改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告訴我 我就不用一直要重拍 或者是說補拍東西之類的 那通常如果比較好的客戶 他會在你腳本提出對這個產品 有一些缺點的時候跟你說 喔沒有關係 那你就找老實的講 但你們要知道絕大多數的客戶 他們當然是希望你都只說好的地方 就像我剛剛 我們再回到前面那個廣告嘛 廣告怎麼可能希望你講這個產品不好的地方 廣告不就是要吸引你去購買這張東西嗎 那他跟你說他不好用 你覺得你會想要買嗎 所以我通常都會很直白的跟廠商跟我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哪裡來不好用 可能有80%的地方是我喜歡 然後我覺得很好用的地方 那所以我希望 我幫你推廣這個80% 但是剩下20%我要照實講 那通常這個時候客戶如果比較nice一點就會說 喔好沒關係 那就是以你自己的風格去錄製 然後剩下那20%就希望你不要太嚴厲的去批評 但是你可以講出來沒有關係 所以當我看到那些留言覺得業配最該萬死的時候 其實我很好奇你們知道 就是不管是不是美妝youtuber 就是每個youtuber 在這個小小的廣告案裡面 投注的心力有多少嗎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美妝特別會被針對我 也許是因為美妝這個東西就是 真的還蠻吃個人膚質的 就是真的你的蜜糖可能是我的毒藥 所以有些人如果很相信我 或是很相信別人 然後買到一個他覺得不好玩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失去公信力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每個業配裡面都 不管是不是業配啊 其實我都會跟大家講說 彩妝品是一個可以試的東西 他之所以可以試就是因為他要你確定 適合你自己再買下來 所以你們都去試試看再決定要不要買 我才是覺得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正確的 消費者的想法 就跟我之前講的媒體試圖也有點像啊 就像現在新聞一直為你一些大便 你也不會照單全收吧 你一定也會覺得 新聞怎麼有時候會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那你怎麼可以部落客說什麼你就信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業配 就只是幫產品的優點最大化 但是要不要買跟適不適合你 還是取決於在你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到說什麼 輕不輕流 著不著流那麼嚴重 但是就是說 大家不要去把業配想成是一個很邪惡的東西 或是什麼 因為說實在 如果沒有業配 說實在我們不會有收入 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這個頻道其實不一定做得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對那種 就是直接明白告訴你 這是個業配的影片 其實沒有太大的反彈 就是就覺得 大家都是要生活 然後大家 我就把它當廣告看 然後可能順便了解一下 最近有什麼新的產品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買 對 差不多是這個感覺 當然那個 當然那篇留言呢 還是很多很多就是說支持我啊 然後很喜歡我的影片 我真的 我都有看到 就是我非常的感謝 就是 我也很意外說 就是有那麼多人 那麼的喜歡我 就非常的開心 只是說我看到一些 還是有點 我不是很理解的地方 所以就是想要跟你們說一下 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我這個風格 就是喜歡的人 會很喜歡 但是不喜歡的人 你要怎麼去逼他喜歡 就是沒辦法 但我覺得這個風格 是我的特色之一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想要 改變這個特色 所以 就是真的跟交朋友一樣吧 合則來不合則去 所以不需要太強求 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歡我的人 來看我的影片 但如果你愛我 又愛媽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今天又要去剪頭髮 其實 好 我現在 我可能只是看不習慣吧 但是 不知道 我就覺得 就覺得怪怪的 想要再去秀一下 然後 就在台北找 設計師秀 但 說不定他就說 我根本就不用剪 但是 我就想說 試試看 用頭髮還是很毛躁 不然就是可能 躺一下吧 不知道 大家一定覺得 我為什麼要去弄頭髮 瘋了 就是 我只能跟你們說 頭髮是女人的生命 所以頭髮只要不好 我就會 就是女人就會很瘋 穿寶貝 陷阱妹 衣服穿的黑 一年都在這個黑 我剪完頭髮了 我覺得 應該是有比較年輕一點吧 就是 就是出門的時候 是覺得是一個 年紀有點到的人 然後想要裝可愛 那我現在覺得就是 蠻符合我的年紀大 我不知道 應該也比較好吧 嗨大家 今天是三月的最後一天 我要非常 倉促的 又再度為這個Vlog 畫下句點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大概就是 我三月底的時候 去了韓國一趟 所以其實去韓國的時候 我都是沒有拍Vlog的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 中間怎麼少掉那麼多天 但其實就是因為我 中間都在韓國 然後 所以我想說 就做一個 三月Vlog的Ending 希望你們不要覺得太奇怪 那 就是這樣啦 我們 下個月再見 那如果也喜歡 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Megas Vibe我新的影片 大家掰掰 不要再加入 這兩次全部跳板 應該可以 grade 請到你 今天的 Philosophy 應該是 最好 приход 不是 那